来 兄弟 喝杯热肠 喝杯肠吗 不喝不喝 那个 今天跟你谈这个事 咱们再商量商量 真是想钱想风呢 兄弟 我真需要一笔钱 我要再弄不到这一万块 我就真出大事啊 大事 什么大事 我之前不是被人追跑这避难吗 其实是有个大混混 叫季哥 他作装赌球 我糊里糊涂就输了一万块 季哥的钱没还 准是个事 我躲不了粗衣 躲不了食物 没看我都不太出门了吗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我发誓我不赌了吗 我有办法了 我觉得这一万块钱不算多 我帮你去跟杨红剪 别别别别别别 他当我是个小龙龟 你再告诉他我赌球 肯定没脚提出门呢 也是啊 我求你 我求你求求你啊 求你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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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拜托帮帮帮帮帮 真拿你没办法 我求你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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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protected 妈妈决定了 以后一定对你好 现在不挺好的吗 以后要对你更好 随便 不是随便 是态度 态度怎么了 态度很重要啊 以前我对你 和对底下的员工 态度都有些问题 以后我要对你好 对手下的员工 也要讲些感情 随便 你怎么老是随便啊 这你是董事长 你想怎么样都行啊 我跟你没话说 怎么说 罗大哥 罗大哥 你昨天跟杨洪姐 给我妈灌了什么迷魂堂 她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都怪怪的 帮你们沟通了一下母女感情 没什么 怎么勾的呀 我妈今天早上 那个样子弄得我心里都没底 直发毛 你妈怎么说的 她一开始吧 跟我说什么全部 然后又说什么态度 神经兮兮的 她只是想改变一下自己 把你和她之间的关系 动得更和谐罢了 这种和谐比较空洞 你跟她呀根本说不到一块去 你说你对她好一点吧 她跟个木头似的 你跟她沟通感情 她好像脑子里 根本就没有这根弦 你想上前一步跟她亲近吧 她就往后退一步 我现在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热脸贴冷屁股 又难受又窝火 别急啊 阿姨 咱们先想想办法 先不要泄气嘛 喂 罗音啊 你过来吧 室外休息区啊 快点 这个翠翠啊 我是跟她说不明道不白 她简直是油烟不尽 万事开头难 不要着急 让罗音来想个办法 阿姨 怎么了 阿姨跟翠翠沟通有困难 你快点想个办法吧 阿姨的转变有些突然 翠翠应该还没有适应 所以有些摸不清头脑 挣扎 什么摸不清头脑 我看她就是没有头脑 阿姨 沟通感情 光靠说是不行的 那我昨天还给她 洗了一大盘水果呢 如果说的不在点子上呢 说再多也没有用啊 得找到翠翠的沟通点 那沟通点怎么找 罗音 沟通点 我看看兜里戴没戴 喂 你有毛病啊 去哪儿找啊 你说得轻巧 好像沟通点 是我造出来的似的 别娘们儿事 你快想折啊 折倒是有一个 什么呀 与女同乐 什么叫与女同乐 就是你跟翠翠 一块儿高兴 一块儿开心 我跟翠翠 还从来没有这样过啊 罗音 说具体一点吧 为了翠翠 对 您得从工作中 多抽一些时间来 至少双休日要跟她在一起 那陪她干什么呢 吃饭 逛街啊 逛街 我有点儿不放心 您就到俱乐部来 这儿好玩的东西多 又可以健身又高兴 我看行啊 除了双休日 平常中午也可以 抽一个小时来活动活动 和翠翠一块儿 那翠翠肯定很开心 还偷什么东西啊 她乐都乐不过来呢 要是这招灵的话 我多少时间我都愿意陪她 保准灵 我带翠翠出去玩得高兴时 她从来没有想到 拿过别人的东西 行 那我今天中午就来 饭就在这里吃 跟翠翠一起啊 行 慢走啊 你这招真能灵吗 有办法总比没办法强吧 你仿自我 不不不 我没那个意思 你是主帅 主帅只要用对人 就已经成功了 没必要什么事情 都亲自动脑子 也有道理 你就是好主帅 那我是用对你了 说说你的理由 翠翠跟她妈妈 不和谐的根本 是她妈妈的性格 她妈妈工作责任心强 很刚性 缺乏弹性 比较刻板 不管言笑 所以呢 这种古板的性格 必须要发生变化 什么变化 会笑 会玩 会生活 她一旦懂得了 生活的乐趣 跟翠翠呢也就融合了 像这么个理啊 你别奖励我啊 别请我吃饭啊 是该奖励的 不用 我陪你 练练跆拳道 走 不是 我说不用 妈 来 擦擦汉休息一下 好 累了吧 要不要试个心呢 好啊 走 来 坐 好 避孔 我给你去玩 快 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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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这样活动活动啊 觉得浑身的筋骨都舒坦了 怎么样 你们这儿好玩吧 好玩 我都觉得我自己变年轻了 我觉得我的舞蹈也很有劲 你看看啊 怎么样 可不是吗 没想到我女儿的舞跳得这么好 那是 自行车就是方便 轻轻松松骑上一圈 活也干了 还锻炼身体 而且还要环保 你怎么话这么多啊 你觉得这儿是不是 很舒服啊 还行 那你觉得坐自行车舒服吗 美不美 有一点吗 如果很美的话 我就推你到天边去 干吗 把我弄到天边去 去看彩虹啊 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觉得 好些年没有见到彩虹 现在的钢筋水泥 让我们都迷失了 自然和美的东西 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说得对 就说梁阿姨吧 钱是赚了不少 可是母女见的美好却失去了 我们正在拯救 她们的心灵世界 没错 开局还不错 我看翠翠和妈妈 现在有模有样的 毕竟是金箱母女啊 你还真是有点鬼点子 这都是领导的信任和知识 好啊 那我就再信任你一番 想个办法 让他们的关系锦上添花 锦上添花 很美 很艺术 对 艺术可以成为联系心灵的彩虹 你云里雾里的说的是什么呀 天机不可泄了 那 你 你说得清楚一点吗 我不太懂 我的意思是说呀 天机不可泄了 面对红颜祸水 山人自有妙地 好 你说得好 我们俱乐部见 你去哪儿啊你 等等我 那个 丁满 我这心里还是不脱底 这万一让杨红知道了 咱们就死定了 船都已经启谋了 魁不了头了 咱就继续向前开吧 你呢 喂 喂 是 我们这每天早晨的七点到八点 全套健身设备 开业酬兵 每人每次二十 行 那个后天早上正式启动 好 对 小心点啊 别弄坏了啊 怎么样了 全线飘红 已经突破六千大关了 自探几天哪 咱们差不多就收了吧 我说心里感觉不对劲 咱们才刚起上一个大黑马 你干嘛下来啊 不是 兄弟 你看看这场面 多红火呀 越红火我越愧疚 咱们努力经营是成功人士 你干嘛愧疚呀 你是自己跟日记过不去 自己跟钱过不去 往大方向想 咱们是在繁荣市场 为国处理 增加GDP 增加个屁呢 我觉得咱们是背叛杨红 好了好了不说不说 过了一万立马收手 到点了啊赶紧 到点了 差不多了 大家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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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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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心里想着他 这开心随时都在你身边 我又不是 我看你平时 教他们跳舞的时候 就很享受 很开心啊 是一种享受 是啊 方教练 那个 我看你平时 给他们教的那个守卫 漂亮 你能不能教教我呀 你就算了吧 别别别 方教练 我学 学跳舞很有悟性的 谢谢 来 这样啊 一 二 一 二 三 三 四行 抬腿 对 转圈 可以了吗 完了 这太简单了 来个有难度点了吧 我平时喜欢动感的 你不停吗 我跳舞非常有悟感 好 来 好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转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罗姨 没想到你还有这两下子 刘阿姨 让你揭笑了 跟我们方教练好好学 方教练可不随便收学员 你要是没有天分 门都别想进 说不定能发现你其他的特长 您阿姨 你还别说 方教练今天为什么教我呢 她肯定是看到了 我在这方面的天分 舞蹈方面的天分 对吧 方教练 你以后在外面不要说我教过你 方教练 你真幽默 对了 方教练 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 好了吗 好了吗 你怎么笑得怪怪的 有啊 没有啊 有有有 我就是觉得今天工作 特别有成就感 你看 咱们这广告一贴呀 生意会越来越好的 你平时干活 不着急上火的呀 怎么今天跟毛兔子似的 兴奋 我打心里兴奋 我看到了事业的巅峰 我现在心里是一团火 好好好 梁教练 对待人做错了事 你是怎么看的 怎么说起这个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胸怀 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会不会原谅 做错事情是常态 可是跟我没有关系的人 爱不着我 我也没工夫去理 那要是跟你有关系 你 你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啊 像我这么纯的人 怎么会做 见不得人的事啊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你的胸怀 你是一个有胸怀的 别给我戴高帽子 谁都会做错事 能否原谅不能一盖耳朵 要看性质 要是谁犯了法呢 立马公安局报案去 这个我可看 不是犯法 干吗 是犯错误 离犯法还远 反正呢是那种情有可原 可以原谅的错误 我跟你说 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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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不是又做错事了 不是不是不是 真不是 那那你干吗跟我说这些啊 是这样的 我这个人吧 打打咧咧的容易犯错误 我担心以后惹到你不开心 这不是问你吗 能不能原谅我 无心之过人都难免 只要不出格性质不严重 我也不是不讲情面的人 那就好 那就好 可是凡事呢 都是有底线的 触犯我原则的 我绝不宽恕 你怎么不知道去贴广告了 我们走 走 就像你说的那样 我要把握全局 翠翠和她妈妈 你还要具体把握一下 翠翠妈 应该再去俱乐部的路上 那我们回俱乐部吧 等等 这广告不贴了 翠翠和她妈妈的事情 现在要趁热打铁 你 你要紧密跟踪 乖啊 走 阿姨 再坚持坚持 相信自己 不行了 今天的运动量够了 不够 差远了吗 你这运动量在我们这儿 是小儿科 就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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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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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练不动了 不行 别 不行了 妈妈妈 不行了 要坚持坚持 不行了 你可以吧 对 来 黄教授 翠翠 教妈妈妈从舞蹈基本功 开始练琴 我跳舞不行的 妈 你绝对有潜力 阿姨 你不知道啊 这舞蹈啊 对于女人来说 每个女人都有天赋的 你可以的 试什么不行的 你试试 试一下 试一下 你怎么会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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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试一试嘛 去试试 去试试 妈 进去快试试 走嘛 来 妈快坐下 换装 换装 换装了 妈 快点 试试啊 多好看啊 翠翠 这跳舞就算了吧 妈妈老胳膊老腿的 妈 你不觉得这些天 你年轻了十起二十岁吗 你现在可是我的学生 你要听话啊 还是别了 女儿 梁英学员 我现在命令你 你别拉拉手 你让别人看了 你要干什么 我跟你说一张 闭嘴 你 你让梁阿姨跳舞 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 锦上添花之介 这 这就是你的 心灵沟通 觉得这招有效 哎呀 哑巴了你 用嘴说 不是你 不让我说话了吗 我才 点头摇头了吗 别生气 别生气 我要是跟你生气 我早就被你气死了 那我就把俱乐部继承了 你 你怎么不去死啊 你 好人活不长 坏人活不够 真对啊 我是这么想的 舞蹈这活动呢 比较有弹性呢 舞蹈有弹性 哎 舞蹈像篮球啊 你的描述还真是奇怪 我的意思是说 相对而言 这个相对器械运动来说吧 这器械运动就比较刚性 你打个比方 你看啊 嗯 哎 你 哎 然后 然后 啊 然后啊 然后 这舞蹈啊 舞蹈 就比较 优雅 柔美 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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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行了行了 别卖弄了 我知道你弹性的意思了 哎 所以呢 我就锦上天了 花的作战方式呢 就是 一柔可当 哎 我就怕你 锦上天花不成 反而弄巧成拙 不至于吗 梁阿姨这年纪 这身板 那胳膊腿跟木头装子似的 能行吗 再加上她那死板的性格 出了糗啊 就很难再进步了 别担心 女人是奇妙的动物 她们对美是有追求的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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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五六七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停 好 好 阿姨哥 我丁准彻底发现 你完全错了 你干啥董事长啊你这 你听上去跳舞的料 艺术大师的素质 我的节奏感还行 是吧 旗帜还行呢 您一出手就看出部分了 你看这翠翠 节奏感这么好 完全是基因遗传问题 我女儿嘛 那还差得了 怎么样 妈 我们这还来劲吧 太好了 你说你以前吧 不提了 翠翠 晚上你辅导辅导妈妈 妈妈现在你有感觉了 行啊 不过我现在可是你老师了 你可要听话啊 行 听你的 翠翠 这么喜庆的日子 多好 阿姨啊 你去半天加两个好菜 记我账上 丁满隆重地为阿姨庆祝 新一代的艺术大师 就要诞生了 快去 不用你请客 对吧 翠翠 去订几个好菜 另外给杨红他们 也要上一份 记在妈妈份上啊 好嘞 罗音这个鬼点子不错 翠翠妈妈可有高兴了 方斌这套舞蹈服啊 送得还真是及时 神来之别 那还是罗音告诉我的 说舞蹈能增进母女的感情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用罗音啊 来管翠翠 看来还真是用对人了 这主帅最重要的呢 不是事事亲类而为 而是运筹帷幄 用对人 咱们俱乐部为什么这么红火 倒是咱们领导的功劳 多吃一点啊 丁阿姨 来 下菜喽 翠翠 干吗弄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来啊 我妈请客 她今天乐阴了 翠翠 今天对妈妈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这才是亲妈呢 我觉得我妈挺有意思的 那以后要多哄妈妈开心 是 教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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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不算啊 我这是以茶代酒 改天 我请客 我请俱乐部的全体员工吃大餐 我请双手赞成 我啥也不说啊 你们俩 就全天上最好的母女 阿姨 以后我也多安排一些场合了 咱们有空多聚聚啊 有我在 不用你们买单 对了 咱们常聚聚 还可以举行舞会 我赞成 阿姨 我教您华尔茨 行 我现在有信心了 翠翠 我是不是有跳舞的天分啊 那当然了 我老妈 女人种的女人 妈 你就跳吧 保证把中老年男人全部迷倒 你这丫头怎么近胡说 本来就是啊 他是方便吗 他是不是风了 多可爱 可爱 他 他可是冰山哎 现在是春天般温暖 冰山也会融化的 当然不一样了 你不觉得罗音来了以后 这个俱乐部变得越来越开心了吗 这跟罗音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喽 我们都越来越喜欢俱乐部了 越来越喜欢俱乐部了 我觉得啊 其实关键还是老板的领导友方 杨经理的高瞻远瞩 擅出骑兵 我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受不了 方教练 心情不错吗 选你 没事偷着乐呗 你随便跳两下都好看 多谢恭维 我可没有恭维啊 真心赞美 对了 方教练 我要谢谢你了 谢我什么 翠翠妈妈的事啊 那舞蹈 用感谢这个词有点奇怪 你和杨红做好事治病救人 我仿佛没这个资格 不不不 大家是一样的 只是我觉得 你非常给我面子 要求是我提的嘛 罗言 你有一颗纯真的心 晶莹剔头 你的眼睛很清澈 干净 本人一种 有一种童真在里面 让人觉得很信赖 每个人都要闭着 一直在心骨 我这儿你说做什么 我还活不zen 我也不配 我还活不过 这转力挺起来的 三 二 不对 不对 像我这样 三 二 三 二 对啊 不对 妈怎么那么笨呢 好了好了好了 不练了 吃水果去 不练了 怎么没有毅力呢 太太 请吃水果 谢谢 这样啊 生活才品出点味来 什么玩意 什么玩意 不好说 反正呀 五光十色的 现在要是每天 不去俱乐部的话 我心里会咯咯噹噹的 想想 以前只知道做生意赚钱 真是很无聊啊 就是啊 我也约你去啊 我们母女俩在一起 又吃又玩得多好 是啊 我以前的心思 也是放在你身上的 不过呢 我老是担心你 担心你在外面惹事 哎 现在我放心了 我们这叫与女同乐 这才是高格调 说得对 而且我们俱乐部的人 也很好啊 是啊 你们俱乐部的人 一个比一个可爱好心 哎 你就看丁满吧 他每天像个枕头似的 被人摔来摔去 但他还是乐呵呵的 还有罗音 他 我卢大哥可是个好人 是啊 俱乐部里就他们两个男的 可他们过得也挺乐呵的 来 我吃 吃嘛 乖女儿你自己吃吧 吃嘛 自己吃 自己吃 我吃啦 嗯 书里 我换个衣服 找我脸去 啊 好 过来 这两天怎么样 别提了兄弟人 咱们守候这金山不挖 差两句要饭 就在十几天 给我拔钱了 你还怕钱摇手啊 我去换个衣服 给你买个风湿的找点 不用 你盯着啊 很快 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光顾 明天再见 谢谢 谢谢 小伙子 时间到了 谢谢 谢谢啊 再见 好 我 妖虹 滚 你听我解释 滚 我不听你的狗屁解释 你快点出去 快滚 你给我滚 给我滚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 你给我闭嘴 这里是女人的圣地 你在这里 就是侮辱这里 妖虹我知道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我向你保证 以后再 闭嘴 我告诉过你 我是有底线的知道吗 滚出这里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离开这里 不滚 不滚我就打你出去 杨虹你听我解释一下 滚 滚 滚 混蛋 你辜负了我 辜负了我的信任 我还当你是个好男人 你却是个无耻的家伙 妈 你今天可一定要来啊 好 咱们跳双人舞 好 记得带点好吃的 让罗大哥再喝两口 好的 好 翠翠 翠翠 你怎么满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让罗大哥一个人干活对不对 那个 那个 爽快点直说怎么了 我已经走了 走了 他干什么去了 被杨红赶走 为什么呀 都怨我 我就知道你 最能害人了 怎么还事快说 我欠的主债 我就怂恿罗英早上用这儿半半赚钱 他该指不重 架不住我磨他就依了我 今天找上杨红来发泄 对 当时我没债务 他就把罗英给跟走了 你混蛋你 讨厌你 该死该死都怪你 都怪你 你还好意思呢 我也没脸待在这儿 我就想等你来跟你说一声 让你跟林阿姨方教育他们 一块去给罗英讲个情 让他回来我走 你去 你去我杨红把事情说清楚 都是我的错 我出的瞎主意 罗英本来不干 后来我跟他说 我欠了婚婚一万块的赌债 要还不上的话 我准出大事 连门都不太敢出 他挺同情我的 才上我的贼船 钱全都在这儿 一共是八千多块 罗英刚在外面 还让我说一切都他干的 所有的钱都让他拿走了 但我继续留在这儿 这都挣点钱还在 那你怎么不听他的 那我还是个人嘛 我害人家 我还往人家头上扣屎盆子 我再缺德 我也干不出这事来啊 你是够缺德的 经理 该走的人是我 这钱是用俱乐部的场地赚的 现在还给俱乐部 只希望你对罗英 您别再有误解了 他真是个好人 他心好 谁的忙他都帮 你 你考虑一下 你让他回来吧 姐姐 你就让罗大哥留下来吧 他真的是个好人 他 你干什么去 我脸平在后 也没脸带在这儿 你犯了这么大的错 休想一走了之 没那么便宜 把东西放到地下室去 罗英所有的活你都接过来 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是 好了 还不快去拖地 谢谢 谢谢 姐姐 你也该去拖地了 罗大哥 你 我不要再听到什么 罗英大哥了知道吗 去 该干吗干吗去 以后在我面前 不许提罗英 那我就提了怎么样呢 我吃了你 罗英的眼里 还有我这个人吗 在他眼里还有我这个老板吗 亏我还当他是朋友 亏我还当他是朋友